好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四节 存货 存货 这节内容还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从考试的这个点来看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全面开化 各个提醒 各个考点都是有大量命题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内容确实特别多 包括存货的概述 什么是存货 存货的概念 存货的初始计量 存货的一些成本的计算 然后发出存货成本的计算 好 这是前面的一些存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具体知识 一些基本知识 那么具体的各项存货来看的话呢 接下来介绍了原材料 周转材料 委托加工物资 库存商品 消耗性生物资产 存货清查 还有存货减值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存货的内容确实非常庞大的 它是一个大块头 是吧 块头特别大 从考试提醒 那么单选多选判断 不定向 分值都是特别多的 那么尤其要注意这个不定向选择体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不定向选择体 也几乎是每个点都会有不定向 也就是说大体 那么之前的时候咱们存货这块内容啊 经常容易跟这个以前的这个成本核算相结合啊 产品成本 咱们这是以前的时候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成本会计啊 产品成本核算 但是今年整个的这一块啊 其实进行了一个大幅度删解 对吧 今天大幅度删解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一块你说不定向 会不会还会像这样考 仍然会 最爱仍然会 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存货的核算啊 就是不再跟不定向 就不再跟这个成本核算相结合了 它自己就完全可以出一套大型 你比如说从存货的初始计量 到发出存货计价方法 然后呢 到最后的清查 简直是完全可以独立的 咱们光本节是吧 存货这一节就可以出一个大体的 所以这块大家要特别加热注意 那因此大家仍然要熟练掌握 存货是咱们任何一个企业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资产 所以要求熟练掌握 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新增了一块的内容 叫消耗性生物资产 那么这块呢 肯定是大家要熟练掌握的 教材新增吧 但是它并不是很难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不用特别担心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考点 存货概述 这个都是要求掌握的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存货啊 从感性认识角度来看 你来猜猜下面哪个是存货 好 这个是不是存货啊 这个编号一 编号二 那这个是不是存货啊 有一次我直播问同学 那几乎所有同学都回答一 老师这不是货架吗 这个二不可能是存货啊 这不是楼吗 楼怎么能叫存货呢 同学们 那么这种感性认识 你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对不对啊 那其实说我们要判断 他这个是不是存货这项资产啊 我们并不是说从表面上来去看的 说有没有可能一 就是这个货架上这些东西啊 不是存货 有没有可能二 它是存货呢 哎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看看存货的定义 首先看存货的管理 那这里面谈到了存货的定义 存货啊 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 持有已被出售的产成品或者商品 是吧 就是产品或商品呢 我将来我是用来卖的吗 如果工业企业 我销售产品那不得卖吗 像一些商品的一些批发企业 流通企业 那他也要卖的 是吧 包括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再产品 这个再产品还没有生产完成呢 正在生产线上呢 还在加工 但是他最终目的是把它卖出去 它也是存货 在生产过程或者提供劳务过程当中 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等啊 那这些 你说这些材料啊 这些物料啊 不管他又没有构成我们产品的最终的实体 他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最终的出售 而提供服务的 所以说这有句话啊 企业持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为了销售 这是最终目的 你也可以这么说 只要是为了销售而持有的一些资产 对吧 那么都是我们的存货 当然这是一般来说的啊 这是一般来说的 我们说为什么是一般来说 不是二般 我们后面呢 当然咱们初级啊 并不学 没有这块内容 加拿来你要考继续深造啊 我们会有一个第42号准则 关于持有代售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呃 只是给大家提一提啊 那么不展开说 咱们不考 就是说大家从整个的准则体系的 这个完整性的角度 给大家需要说一说啊 就这块啊 我们有一块叫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他这个目的 最终目的 你看名字 你也知道了 他的最终目的 持有目的 也是用来出售的 是吧 那跟这儿是类似的 但是你注意了 咱们这儿存货可是流动资产 咱们本章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章节名称叫什么呀 流动资产 对吧 比如说我们流动资产 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销售 当商市存货 而对于非流动资产 如果说非流动资产 那最终目的 有没有可能出售 也有可能啊 我们有一号准则 就是大家就讲这个问题 将来你要考书快 考书是 我们就学这个 但咱们中 咱们初级啊 这块是不 是不考虑的 是吧 是不要求掌握的 那你只需要知道 有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好 所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销售 包括什么呢 可供直接销售的商品 那商品的话 那最终目的就是要销售 和需要经过进一步加工 后销售的原材料 那再产品也是 那需要进一步加工 是吧 以及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当中 使用的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像这些 老师什么叫包装物啊 什么叫低值一号品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逐一来解释 好 那么在正式往下讲之前呢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你看完这个定义了 那你再来看这俩 那你就知道哪个是存货 哪个不是存货了吧 哎 还不知道 对不起 是吧 还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老师你是不是搞笑的吗 讲案定义了 还不知道啊 是啊 那我得需要具体看什么 具体看你这个最终目的 是不是为了销售 你比如说 我这个货架 我最终目的是我用来卖的 我就是经营销售这个产品的 这个商品的 那当然了 它是我们的存货 你比如说二 说这个楼 如果说我是开发建造完成之后 我用来销售的 那好 它就是我的存货啊 那此时我是什么公司啊 哎 对了 房地产开发公司 好 但是如果说 我不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我是一般的工业企业 或者说商业企业 我把这个楼买过来啊 作为我的经营办公场所 那此时它还是我的存货吗 不是了 我是在这打卡上班的 照旧玩我的 是不是 那它一定是我的什么 固定资产了 就不是存货了 哎 所以这就牵扯到 存货跟固定资产 这俩定义的区分 那么一 有没有可能是固定资产呢 不是存货呢 也有可能 如果说这些货架上 这些东西 你最终 你的目的不是用来销售的 是吧 而是用于你的 这个日常的经营办公 你比如说 这里边都是一些电脑 是吧 服务器 我们的员工 是吧 每人一台电脑 那像这些电脑 那将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所以说关键的看什么 存货的最终目的 是不是为了销售 只要是为了销售的 那它就是存货 不是为了销售 那它就不是存货 简单吧 这就是存货的定义 那接下来 基于这个定义 我们来看存货的核算内容 第一块 原材料 是吧 原材料经过加工之后 那最终目的是用来销售的 首先 原材料 它的定义是这么说的 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 经过加工 将改变其形态 或者说性质 并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 各种原料 以及主要材料 比如说老师穿这个衣服 是吧 那它需要原材料吧 需要 是吧 布料 那么构成了 我们这个衣服的主要实体 好 另外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材料 所以为了生产这个产品呢 需要消耗一些辅助材料 甚至说辅助材料 可能将不会构成产品主要实体 那消耗掉了 那它也是我们的原材料 好 另外像一些外购的半成品 就是说外购件嘛 修理用备件啊 备品备件 那么包装材料 燃料等等 那这些都是这个原材料 原材料 包括一些外购的半成品啊 比如说在衣服上面有个钮扣 这个钮扣呢 我自己不产 我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那这也是我们的原材料 对吧 同学们的手机 你比如说苹果手机 是吧 华为的手机 小米的手机 不管是你用的什么手机啊 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的这个屏幕 那不一定是 华为自己产的 或者小米自己产的 那这个屏幕往往是从外面 哎 外购件是吧 一些半成品 买过来之后 咱们再组装啊 包括这个中央处理器 这个芯片 那很多时候也是从 是吧 国外 采购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原材料 原材料啊 那这里面还有值得一说的是这个 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啊 它不是包装物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强调一下 包装材料跟包装物 不是一回事 你在这先在你的书本旁边 先标记一下啊 我们后面讲到包装物啊 我们再给大家做对比 那其实这个包装材料 是包装这个产品相关的一些 这个耗材 你比如说绳子呀 是吧 一些这个双面胶啊 是吧 塑料袋啊 包括这个泡膜呀 是不是 那这些呢 都是包装的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 这些还有一些燃料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材料 好 第一个提示 那么对应的会计科目啊 就是通过什么账户核算的 原材料 这个不用说啊 材料采购 这个什么时候用啊 你可以先标注一下 后面咱们再慢慢学 这个材料采购啊 是在计划成本法下 才会用到这个科目 我们后面就会讲存货的核算方法 有实际成本法 也有计划成本法 那么只有在计划成本法下 我们才用到这个科目啊 材料采购 另外还有再涂物资 这个再涂物资什么时候用啊 是实际成本法啊 大家先在书本上 或者讲义上 你先标记一下 那么前后的话呢 学到后面 你可以及时的回过头来再对照 再对照 那么再涂物资 实际成本法下会用的 它 那么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我们的物资还没有入库 在入库之前 在路上的物流还没有到啊 所以说我们钱已经付了 发票难到了 那要记在再涂物资这个科目当中 好 这第一个提示 我们所用到的一些科目啊 第二个提示 我们用于建造固定资产的工程物资 那么属于存货啊 不属于 因为我们前面刚说了 你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销售的 对吧 那么你这个工程物资 你目的是用来销售吗 不是 你是用来建造固定资产的 建造厂房啊 办公楼啊 机器设备生产线啊 像这些啊 是工程物资 它最终目的不是用来销售 所以关键还是要从存货的定义上来去把握 第二个存货就是再产品 再产品 顾名思义啊 正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产品 还没有形成为产成品 而其正在制造尚未完工的生产物 包括什么呢 正在各个生产工序加工的产品和已经加工完毕 但是尚未检验或者说已检验 但尚未办理入库手续的产品 那对应的科目呢 就是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好 把这个对应关系 因为这个概念很简单 不用解释啊 那这个科目你要知道啊 咱们今年的话教材实际上是大幅度的删除了 这两个科目的相关的核算 所以今年的话 对这两个科目的要求并不高了 你只需要知道 他俩是成本类科目 是吧 你要知道啊 他俩是成本类科目 而且呢 他们核算的是再产品就可以了 第三个半成品 半成品啊 是指经过一定的生产过程 并已经验收合格 交付半成品仓库保管 但是尚未制造完毕 仍需进一步加工到中间产品 这个很简单 不用解释 是吧 就半成品呗 这东西就是还没完工吗 是吧 但是这里面啊 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只是自制的半成品 对于科目仍然是生产成本 说白了 就是从具体的账务处理角度来讲 我们的再产品和半成品 我们并不区分 对吧 我们并不区分啊 那只是通过明细科目来区分的 那就按照你的成本核算对象了 你到底怎么划分的啊 所以今年因为大幅度删除了 咱就不用管了 那么外购半成品通过什么科目核算呢 原材料科目核算 所以这会儿我们要强调的第三个这个半成品 说的是自制的 而不是外购的 外购的在这儿呢 看到了吗 外购半成品 这外购价 这是原材料啊 从外面买的是原材料 自己造的叫半成品 或者叫再产品 第四个啊 就产成品 说白了 就产成了吧 是吧 那么对应的科目呢 就是库存商品 没有产成品 这个科目啊 产成品是指企业已经完成 从全部生产过程 并已经验收入库 可以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 送交订货单位 或者可以作为商品 对外销售的产品 好 这些定义呢 没有什么难点啊 自己看一遍也行了 第四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么开发建造的商品房属于存货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 给大家引入的那个两幅图片 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是吧 他开发建造的这个商品房 最终目的是用来卖的 他是不是存货啊 是 对吧 七十三 企业接受来料加工 制造的代制品 和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 一个是代制品 一个是代修品 那么制造和修理完成验收入库 应当视同企业的产成品 好 这句话一定要注意 视同企业的产成品 好 在这我要强调一下的啊 就是来料加工的产成品成本啊 一定要注意是什么 只是说的这个加工费 以及领用的本单位的原材料 我们包括不包括外来的原材料啊 一定要注意不包括啊 他说了 不包括领用的外来原材料的成本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两幅图片啊 这是什么 我们只说出人 是吧 早些年的话呢 这种电子厂啊 代工厂特别多 是吧 代工厂特别多啊 你包括早些年份 这个苹果手机 iPhone 那都是咱们这个中国这个代加工的 对吧 富士康 对吧 所以说咱们啊 更多的是出人 劳动密集型企业 那么相关的这个原材料呢 实际上是人家国外 是吧 来的料 来来完料之后呢 咱们出人加工 是吧 当然可能 本单位的话呢 也会付出一些 消耗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些原材料 那这样来去生产 我们这个来料加工 这个代制品 这个代制品生产完成之后 给人家加工完了 那再反出去 是吧 那再反出去 所以说我们只是针对啊 这个我们这个人工费啊 以及本单位的一些原材料 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产生品 是吧 似同企业产生品 所以说的是这部分是 似同我们企业的产生品 并不包括过来这个料啊 像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囤货吧 不是 是吧 根本不是你的 只是经过你的手 过了一下而已嘛 好 明白了 所以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啊 大头是人家的 你只需要出个人力就可以了 所以说咱们之前的时候 咱们国家啊 整个的这个 说这个 没得应差 虽然说是 没得应差 说中国制造 但不是中国创造 听咱们老师说这句话吗 是吧 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对吧 那这个是需要 很长的一个历史时间段的 那么我们要有这个 自主的知识产权 那很多一些 高技术含量的一些 是吧 这个生产线的一些各个环节 那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处于 这个整个的生产环节的最末端 对吧 最末端 那么整个的从前面的产品的设计 研发这份咱们国家是欠缺很多的 整个的设计啊 研发啊 技术层面的 是吧 有一对技术水准的 像芯片啊 是吧 像软件啊 整个的这份咱们国家之前是欠缺的 那那之前呢 来了加工嘛 咱们就出个人头 咱们不缺人呢 国家不缺人 而人工费便宜啊 好吧 所以说这个句话呢 说的就这个意思啊 好吧 这是咱们解释这个问题 第五个商品 商品是指商品流通企业 外购或者尾头加工完成验收入户 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 好 那么商品流通企业 那一般来讲指的是一些 比如说批发公司啊 或者说一些呃零售的零售店啊 或者商场超市啊 对吧 那他本身他不生产商品 他是只是商品流通企业 对吧 说白了就中间商吧 对吧 中间商 呃 或者说委托加工完成验收入库的 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 我们这个工业企业 也可能是有委托加工的情况 对吧 那对验收入库了 啊 用于销售的 那其实这个商品跟前面的这个产生品是一回事 对吧 差不多 这个产生品侧重工业企业 对吧 所以他这儿虽然说分了这么多条 但本质都差不多 你产生品说白了不是工业企业吗 制造业吗 对吧 那这个商品啊 那就是商品流通企业 其实快据主体稍微有点不同而已嘛 最终是一回事 都是用库森商品这个科目核算 第六个啊 周转材料 顾名思义 他也是材料 本质上他也是材料 只不过这个材料呢 不是原材料 而叫周转材料 原材料啊 是一次性消耗 消耗把你拉倒了 没了 那么周转材料的话呢 他没不了 是吧 被领用完了之后 还能再用一次 用完之后呢 再用一次 能够循环的使用 周转使用 那具体包括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包装物是指什么呢 为了包装本质的商品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 他的目的用途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包装本质的商品 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 你比如说桶啊 酒桶 是吧 油桶 是吧 油漆桶 香啊 酒香啊 货香啊 是吧 包括这个瓶子呀 酒瓶啊 油瓶啊 醋瓶子呀 是吧 这个包括这个痰啊 袋啊 比如说一些农产品 那需要用一些麻袋 对吧 包括一些工业的 比如说水泥啊 那也要化肥啊等等啊 都需要用袋子 像这些都是包装 都是酒展物啊 酒展材料包装物 那么其主要作用是盛装 装潢产品或者商品 所以这个呢 我们需要谈一谈 跟前面的这个包装材料 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包装物和前面的啊 大家可以往前翻 那这里面有个包装材料 还是不大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个箱子 本身呢 它是包装物 但是箱子上边的一些绳子呀 那这个是包装材料 包括一些胶带呀 是吧 我们要为了把这个包装盒 是吧 为了打包成盒呢 我们有一些包装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这个包装绳 包装的一些胶带 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一些彩色的一些装饰的一些东西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包装的一些材料 包装材料啊 大家这块要注意一下 给包装物稍微有点区别啊 稍微有点区别 好 那么低值一号品是指什么呢 是指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各种用具物品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啊 跟固定资产特别像 但是呢 又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啊 你比如说 各种的工具 管理用具 玻璃器皿 老保用品 老保用品 你比如说这个手套啊 保护服啊 防毒面罩啊 等等啊 以及在经营过程当中 周转使用的容器等等 那么它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单位价值比较低 那顾名思义嘛 低值一号品 低值一号品 因为那价值肯定是比较低的 是吧 所以它够不着固定资产 那么或者说使用期限呢 相对于固定资产啊 比较短 那固定资产啊 它能用三年五年 甚至说二十年 而我们的低值一号品啊 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有可能说呢 也能用一两年啊 但是说三五年 十几年 那用不到 它是容易损耗的 第一个是 第一个关键词叫低值 那第二个关键词呢 叫一号 又容易损耗 所以说使用期限呢 相对于固定资产啊 固定资产比较短 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 保持其原有失误形态 基本不变 比如说它呢 仍然是使用期限比较长 对吧 但是还没有那么长 但是有同学说 老师到底说这个较短和较长 如何判断 没有标准 那就靠你自己职业判断 这也需要体现 我们信息质量要求的重要性 对吧 所以说低值一号品呢 其实它也是体现出来 我们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当中的什么 重要性 那提示一下对应科目叫什么呢 周转材料 包装物 那么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啊 所以一级科目啊 都叫周转材料 那么二级科目呢 包括两个 一个是包装物 一个是低值一号品 所以说是包括两块啊 那么周转材料 包括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咱们以前的时候呢 是吧 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都是一级科目 后来呢 新准则发布之后 都把它统一放在了 周转材料下边 作为二级明星科目了 因为他俩呢 可以作为一类 因为都是可以周转使用的 那么第七个问题 就是委托代销商品 那么这块第七个 咱们教材今年好像是删掉了 但是仍然有 所以咱们呢 从知识的完整性角度来讲的话 也把它放在这里来啊 给大家提前做一个介绍 我们后面呢 在收入章节 就会重点介绍 委托代销商品和 受托代销商品的核算 这是重点 是吧 这是重点 那么委托加工物资 咱们在本节后面呢 也会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所以这块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首先呢 看委托代销商品 它是指企业委托其他单位 代销的商品 那这个就等于没解释一样了 名字上呢 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这个商品啊 是我的啊 那么 我让你给我销售 所以说我委托你给我代销 那对我来讲呢 就叫做委托代销 所以这个商品是不是我的存货啊 是 那对你来讲的话呢 你是受托代销 我是委托 你是受托 我委托给你 你给我销售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的商品 那是你的商品吗 那恐怕不是 所以说啊 受托代销商品啊 不是你的存货 好 总不能同时都是 都是说既是我的又是你的吧 那不是乱套了吗 说委托代销商品 是我的存货 也是你的存货 那到底是谁的啊 放心咱们要求说这个就是我的存货 是委托方的 那对应科目呢 当然了 因为这个商品啊毕竟已经发出去了 是吧 我的商品说发给你了 你来给我销售 那对我来讲是我的什么 发出商品 那他也是一项资产 是吧 也是一项资产啊 具体什么资产啊 存货 那他是存货 好 提示二 售托代销商品啊 不属于存货 那说你呢 是吧 你是售托代销 他不是你的存货 那么但是呢 说在具体会计核算时啊 是通过呃什么 售托代销商品和售托代销商品款 这俩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就是说 我把我的商品发给你之后 你呢 在账上啊 要同时要登记在两个科目当中 叫富士记账嘛 那么售托代销商品 这个是你的资产 同时呢 你要确认一项负债 是吧 同时你要确认一项负债 你卖 把这个商品卖出去之后啊 拿到钱之后 你要记得给我 因为你只是代销方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我的 别真把它当成自己的啊 好 所以说呢 你同时要确认一项负债 欠谁钱啊 你欠我钱 所以说你把东西卖出去了 那你把钱要给我 好 所以说对你来讲 你要同时确认一项资产和负债 而且这俩金额相等的 金额相等 这俩就互相抵消了 资产减负债等于零 是吧 这两个科目呢 均要纳入存货计算 既然这俩科目相等 金额是零 那不就没了吗 所以说 受托代销商品啊 不属于企业的存货啊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当然有同学说了 老师搞那么麻烦干嘛呀 不入账不就完了吗 是吧 我也不计什么 受托代销商品了 我也不计什么 受托代销商品款了 一了百了 搞那么复杂干嘛呢 那你要这么说 你怎么不用收复实现制啊 是吧 你学什么权责发生制 搞那么麻烦干嘛呀 你要这么想 不适合学会计 是吧 所以咱们开玩笑了啊 就学会计啊 确实是讲道理就很麻烦 是吧 讲道理麻烦着呢 所以不讲道理的 就是认钱 有钱就是爷 是吧 有钱就是资产 没有钱就什么都不是 账上什么都不管 但是收复实现制 这不被证明了吗 是吧 被证明 它是一种不科学的 是吧 不便于反映我们企业的运营 经营效率 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说还得要讲道理才行啊 你要同时确认一下资产和负债 所以说我们后面呢 讲到第七章 讲到收入 就会讲委托代销业务 受托代销业务 这是历年考试的重点 考试这场考大题 是吧 所以在这块呢 是重点 同时呢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难点 往年的话 很多同学考完试就说 老师哎呀 我真倒霉 是吧 我一直在看委托方的处理 是吧 委托代销 哎呀 这个受托方啊 我以为不考呢 结果他被我抽到了 你看看我倒不倒霉 不是倒不倒霉的问题啊 是咱们平时学啊 一定要有一个全面性啊 就是因为毕竟随机抽题嘛 你也不知道 你到底能抽到什么题 所以大家平时学的时候 一定不要知识上 不要偏科 要做到全面的一个学习 当然这里面你说有没有重点 一定是有重点的 是吧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吗 它是有这个知识点和知识点之间 它是有层次的 是吧 是有主次之分的 好 所以说这块呢 委托方受通方 你都需要熟练掌握 第八个 委托加工物资 和第七个差不多是吧 都有委托两个字啊 只不过第八个呀 不是委托代销了 而是委托加工 啊 说我这有批物资 好 我给你 不是让你卖的啊 你别给我卖啊 你给我加工 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再还给我 我给你加工费 是吧 不能让你白干 所以说 委托加工物资啊 这顾名思义啊 就是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各种材料 商品等物资 这个在咱们食物工作当中是很普遍的 咱们很多企业啊 不呃 出于各方面原因 是吧 社会分工嘛 社会分工 是吧 咱们的产能也不够啊 你什么都自己搂着 你有那么大 这个那么多厂房吗 有那么大车间吗 你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吗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咱们要委托别人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再收回来 这叫委托加工 那对于那科目呢 叫委托加工物资 好 这就是它本身 我们就有专门的这么一个科目 好 所以说委托加工物资 是我们的存货吗 是 好 那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问题 关于存货概述 好